好 我们现在进入下面一个部分 有关中正纪念堂的层面 我想知道这个部长 这个中正纪念堂目前来说 是不是有两套转型的方案 已经送到行政院了 报告委员 中正纪念堂转型 我们经过一年的院井工作坊的讨论 那我们在去年底将院井工作坊 讨论大家所凝聚的几个方向 那文化部就这个凝聚的几个方向 那么尝试提出比较具体的 这两个吗 改为立切总统纪念堂 把立法院移到中正纪念堂 这是你们 包括在你们的计划当中吗 这两个 这个都是在院井工作坊里面 曾经被提出来讨论的 是不是委员让我完整说明了 没有 我把我的问题问完 我只是问他 所以部长 我知道你要陈述很多 但是我时间有限 所以我只问说 你们有这些讨论 我就把你列出来了 只是你们的政委 我们的政委 林万亿政委 他在2月下旬 也就不久的之前 他说这两个 听说这个听说那个 我只是很好奇 如果就是这个的话 如果不是的话 那他干嘛 听说这个听说那个 就可以跨部会的部分 那不能告诉我们 到底你们真正的一个 所谓的 最后的一个定案 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知道 那定案现在我们把相关的方案 报到行政院 那当然行政院要召开相关的协商会议 那我们是认为说 等行政院相关跨部会的协商 你们就对外公布了 是不是 我可以回答吗 可以啊 好 有具体可行的方向之后 比较明确化 我们就会向社会说明 因为比较具体之后 我们认为可以比较负责任向社会说明 那么我们会进一步 在这个就比较具体的方向 提出相关的组织法 以及空间转型配方 那我们才能够问社会比较 这个具体完整的说明 所以我们的院长是说 他认为这是国家的资产 不赞成猜除你对他的看法如何 当然院长的这个看法 因为最后的案子 最后一定院长有最后的决策的 这个相关的职权 那所以我们当然尊重院长的看法 那目前的方案就在行政院 的这个跨机关的协商程序当中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个部分 因为每一次到了一个重要的节日的时候 就一个节日的时候 就有很多社会上有不同的一个看法 因为我想不管我们认为他要不要去讲话 我想你已经曾经提过 他不是这么单纯 里面有很多多元的一个观点 但是呢不管在讲什么 社会上总有不同的一个认知 那我们只是讲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法的概念里面 这个就是去年的时候所颇期的 然后呢我也看到原以古今修复团队 他们说几乎每花了很多时间 在做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除期的一个工作 目前为止总共花费了两二十九万七千元 再做一个清理费 没有错吧二十九万七千把这个部分完成 但是呢我只是说 二十九万七千块虽然在文化部里面不算多少钱 但是呢牧长你会对这个破坏公务者提告或求偿吗 因为目前为止他们只是被付了三千两千元之后 因为违反社会秩序法 但是呢我们花了二十九万七的这个所谓的清洁费 会跟他们要求来偿付这一块吗 报告委因为当天就有警方来处理 所以那么警方后续也在调查当中 那么也来这个相关管理处 这个来韩相关索取资料 那么管理处理把相关资料都给警方 所以目前在警方 没有我只问一句 你要不要对破坏公务者提偿出来 目前在警方调查当中 没有啊 因为他们已经签出来已经二十九万七了 那如果因为我就我的理解来说 就已经有人签上来 为什么要特别问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有些人告诉你就是说 你如果不求偿不提告的话 就让我们的处长就有赌值之 下面呢就有赌值之嫌 因为有人要提出这样的部分 那这个对于不管相关人员来说的话 其实都会非常的一个焦虑啊 所以呢 所以说这个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必须要跟这些人做 我只是问这个程序 你不能只告诉我在警方 会不会有这样的后续的动作 因为法跟理基本上没有分隔来做一个处理 不是指对这个部分 任何对一个相关人物做出这样的部分 我们都是用同样的一个标准 所以我只问部长 是否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目前在警方在调查当中 我们会请这个管理处依权责来处理 所以你还是没有办法说 你们文化部目前的态度到底是如何吗 即使他花了我们纳粹人29万7的清解费 就全案都在调查当中吗 所以什么时候可以获得 什么时候可以有结果 这个全案在调查当中 目前有把相关资料 因为警方他当天就 我了解那是两码事情 我只问文化部的态度 所以这样一件事情的一个态度 这是一个法的问题 不是你背后的部分 我只问文化部的态度 报告委员我这个看这样的问题 基本上 因为时间已经到了 我的确中共经常存在 在民主社会的台湾的当下 它是的确有社会分歧 它也会成为社会冲突的焦点 所以转型正义的目的 其实就是在 让希望社会迈向和解 也就是要建立一个 一致的人权观 跟政治观 那这些问题 其实是需要社会来 共同一起面对过去的历史 为一个出发点 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台湾社会才能逐步的销你分歧 销你充分 那如果有人 因为这样子告处长赌值的话 那你怎么办吗 我问一个非常简单的法律问题 你背后的意涵我没有意见 但是我只问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如果有人因为这样子没有去求偿 然后告处长赌值 你怎么样去面对 我觉得因为有人要提告了 所以我只问对这样的一个问题 目前当天警方已经开始在介入处理 那目前就是在调查当中 好了我想我们肯定要错过这样的一个结论 等警方处理 谢谢科委员 好接下来我们请黄国书委员